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媽由始至終都沒變過 她最想上車而已 現在連姐姐都會考地產牌 幫她找房子 只要爸爸, 你發覺姐姐找到房子 那就成功了 先幫我打電話 曼曼, 你說什麼? 你爸爸找到次郎? 曼曼 曼曼 怎麼樣? 次郎在哪裡? 你爸爸在哪裡找回她? 你別這麼緊張 還要喝一杯水休息一下 我先去找她吧 我真的很開心 我沒想到可以找回她 我要抱她的還神 我真的求過黃大仙 求過觀音菩薩, 真厲害 姐姐在哪裡? 在這裡… 次郎, 叫阿婆, 阿婆… 次郎 阿婆… 你當我傻子嗎? 隨便找一隻狗扮次郎, 你騙我 你一定有陰謀 爸爸不是這個意思的 是呀, 隨便找一隻裡面很多隻 每隻都差不多 隨便找一隻都可以陪到你 你接受現實吧, 阿婆 你那隻走了, 不會回來 閉嘴 不斷揍我和次郎 我稍後就去找回她 阿婆跑得這麼快, 怎麼參加賽跑 爸爸, 你猜中了 Emma婆婆連英文都出賣 她真的很生氣 證明我們的計劃初步成功 癡狼… 你在外面玩了很久 媽媽很想念你 癡狼… 廚狼, 廚狼, 回來了 我把西瓜送給你 車叔叔, 我次郎懂得爬樹嗎? 爸爸, Emma婆婆, 我回來了 搞定了嗎? 怎麼了?又想用另一隻狗來騙我嗎? 怎麼騙你呢? 不是這樣的, Emma婆婆 我們這次真的想幫你找回次郎 你看, 有青湯牛腩 還有柱喉牛腩 紅燒牛腩 還有最後的咖喱牛腩 對了, 是不是? 你每個出入口, 買一盤 還有寫個電話號碼 翅狼看到會打電話回來的 翅狼懂得打電話嗎? 不是… 應該是附近的人看到翅狼 就會打給我們 寫下我的電話比較好 說明是重籌 24小時打來也可以 好…沒問題 來… Emma, 過來叫我們去你吃飯吧 沒心情搞飯局 我問你了 車證明家臣是否住在你那裡 你怎麼知道? 不是我說的 一定是保安診 我不知道保安診跟你說過什麼 總之我解釋一下 我的好兄弟被他老婆趕了出來 他無家可歸 我就借個地方給他打電話 他睡廳而已, 我又沒有收租 老爺, 原來你沒有收租? 怎麼搞的? 他老婆之前收小一元跟我們死過 老爸, 你今晚好收回 閉嘴吧, 你們幾個 叫車證明出來 又幹什麼? 對了 阿文老太太, 搞這麼多事 你聽聽聽 你又錄我們的音嗎? 請問你是否記住? 我們是漁護處 我們就收多多投訴 請你不要再到處放牛腩飯 引了很多野豬來 我現在警告你 非法維持野豬 是有機會讓我們檢控的 你不跟我們開飯 你去拿飯菜派野豬? 是你, 差點害得我被人抓 你瘋了, 只有人抓你 應該是投訴而已 證明你飯夠香 野豬在山頂上衝下來吃 不過有一點, 因為你的次郎不在 證明你次郎已經被野豬擔心了 不會, 不是, 是你們怎麼不碰 好, 我現在就去房署 我投訴你們家裡多住了 不要… 不要買, 車上傳媒購買的 你試試投訴 你就不要投訴 我投訴你家裡 少了一個人移到日本 收回你的公公 你夠膽投訴我, 我就投訴你 我投訴你 你試試吧 我試試就試試 什麼? 什麼, 什麼不起 你… 冷靜… 你瘋了 你瘋了 你不要真的投訴吧? Emma… 不要… 她坐下你了 只問她坐下我, 聽說她坐下我 假扮了嗎?我不懂假扮了 你有沒有帶鎖匙? 什麼事? 當然沒了 你打電話暫時未能接湯青B 一聲之後留下你的口信 家寶, 我是媽媽, 我還沒死 為何你不打電話給我? 我打電話你又不聽 神那天就叫我留言… 我不想對著空氣說話 我打電話給你 喂?家寶 你是Emma婆婆嗎 媽媽?是不是有事跟我談? 你知道我一個人在家很悶 不好意思, Emma婆婆 我想找個朋友, 打錯而已 找朋友?那是有事跟她談 跟婆婆談也一樣 Emma婆婆, 我真的打錯而已 錯又錯著嘛, 那就跟我談談吧 下次先吧, 再見 媽媽… 爸爸, 我一收線, Emma婆婆就打電話了 她又打電話了, 怎麼辦? 她又說什麼? 不是呀, 她隨便找些東西說 總之就不想收線 不過我真的聽得出, 她很寂寞 我很想找人跟她聊天 Emma婆婆, 她很可憐 那就對了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沒有同情心? 有人按鈕, 等等 女兒, 我也是寄人離逛的 謝謝… 車中你弄的? 停… 同情心, 你等上車後再說吧 我告訴你 今晚她一定打十次八次電話給你 你一次也不要騷擾她 你採討她, 我們計劃就失敗了 是這樣嗎? 什麼計劃? 下次可以開聲音嗎? 我們聽到一點…很辛苦 很丟臉 在你的人生裡 經歷過最悲慘的事情是什麼? 不夠高了 結婚了, 還要跟爸爸一起住 真話別說, 車中, 你直說吧 你有沒有聽過 悲傷五階段 吵架 每當人類經歷到一些極端的環境 包括失戀、喪親、癌症 或者是大災難 他們都會不其然地墮入五種情況 包括是 狡猾 憤怒 哀求 沮喪 最後還是無奈接受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趁這個老婆 失去一隻狗的災難 我就要她重新經歷這五個階段 到時候她狗又沒有 只剩下我一個親人 就不如她不把我的名字加入 方便我潛入這個公屋 成為屋主 所以那個老婆到現在都不承認 找不回次郎, 就是否認 你今天玩到她妥妥令 在酒樓不斷踏她, 她一定很憤怒 接著就是肯求, 她求什麼呢? 求我們將她快點升之於佛 所以就萬事俱備, 似欠東風 東風來了 快點一下… listener來的 嗯? 你要去 case Coronavirus 如果要 apert弁好嗎? 你聽, 我嘮吓了, 我想問自己 甚麼事啊 懇求之後就是沮喪了, 沮喪了沒有? 沒有, 只是沮喪了 好像還在燒香 是二十四劑 二十四劑? 十五分鐘一炷香也燒了六個小時 這樣變成了, 老公也覺得煩了吧 可能老公生前就是這樣 被香燒死了 怎麼搞的?又來了? 他不瘋了, 我也瘋了 真的是我示範我 你瘋了嗎? 他每晚都這樣轉 是呀, 以前三間半夜就轉了 近來跟他吃飯好一點, 今晚又來了 平常是三下停下的, 今天不停轉 但今晚好像小聲了 弱了, 心虛, 他沮喪了 阿波 不是, 半夜三更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阿婆 你別裝作, 我看你碰了二十四炷香 快來二十五炷香 整晚都在這裡轉轉工 我沒有轉工? 整條走廊都聽到你, 你沒有轉工? 通常這些是身心疲累 受過嚴重創傷或失去治親才是這樣的 我來幫你, 我已經帶了工具 開門 醒醒一點 這裡轉什麼?阿婆 三更半夜, 古靈精怪, 嬰兒糊糊糊糊 在這裡轉這段路, 要不幫忙? 你呀, 連我二十四炷香也能數到 日頭又搞閒的事情 現在夜媽媽這樣走來 你究竟想怎樣? 你這個敏先生畢竟也救了這麼多人 想煮香給他嘛 這麼多灰, 你這裡轉什麼 一轉幾個洞? 怎麼在這裡? 你別搞我老公的神威 搞什麼?想在這裡僭建嗎? 多做一個位置嗎? 怎麼又多做一個? 你用不著搞這種什麼? 你這麼好, 喜歡就很久了 我自己的神威 我當然是自己不搞, 誰搞? 你大把孝子賢孫跟你搞吧 我兒子的姊姊連電話都不聽我 我孫子跟著他日本媽媽姓 現在叫望月龍太郎 你不用指望他回來 替我尚偉安神煮牌嗎? 門口也有很多人 你對面三個蝦比族 一天留下保安診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最英俊的那一件你也看不到 你說你嗎? 老婆, 你知道嗎? 我媽媽離開的時候 我每次都不幫她安神煮牌 為什麼?我不肯接受這個現實 我跟天說 如果天肯給我媽媽媽, 我什麼都行 但是事與願違,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萬念俱灰 想著和我媽媽走同一條路 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老婆, 這些事我已經經歷過了 那你怎麼叫過來? 天無絕人之路 終於讓我遇見一個天使 先生,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好, 終於我又見到希望 終於我又有回家人 終於我再有個家庭 原來天是聽我說話的 你就好了, 你可以嫉妒老婆 難道我嫁過第二次嗎? 怎麼會呢?我是你的繼子 千千萬萬, 是你的孫女 我媽媽在生, 也沒有好好孝順她 現在的團隊,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媽… 小時候十幾個訊息當道歉 沒有來成意 老婆, 如果我現在回覆她 我豈不是很沒面子, 不回覆 美女, 買菜嗎? 哥哥有空, 讓我載你 先收一束花吧 你看, 束花多漂亮 你的束叫花嗎? 收了它, 你不用買菜 不要嗎? 不要送給大個女人 你有大個女人送嗎? 露兆三 爹, 你不是吧? 我怎麼哄她的挺開心的 給你聽聽聽 來 阿… 甜辣椒不夠你親手餵我這麼甜 你肉肉麻骨不骨鼻子呢? 年齡怎麼跟老少三說呢? 你跟老少三說這些? 你媽媽摔得過來也要吞吞 媽媽不是說你, 說老少三 是…奶奶, 不好意思 我們只是為了兩個女兒才這麼做 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肯跟我一起哄老少三 加我的名字嗎? 我是你老婆嘛, 是不是? 你有名就是我有名 我們兩個女應外合應該一定能夠 好了, 不用睡覺了 孝子那種東西 是呀, 今晚和你睡 想你也不要想 還沒加名之前, 你不能回家睡 不是吧? 是呀, 他這麼聰明, 聰明的 他又夠生氣兒子 其實也不知道多想念兒子 他怎麼會容易這麼隨名 所以我們要看好時機, 趨勢出手 所以你要繼續在孝子裡睡 有空就走過去叫他媽媽 最重要讓他看到你 只要讓孝子租質和嫌棄 然後我就再虐待你多一點 又虐待我? 一搏他同情心嘛 他這麼想念兒子 那就是沒愛反男 他一定會對你游年生愛 如果我有預感 我們很快就會成功 成功 抹一塊給你吃好不好? 好吃 真的好吃 成功 成功 什麼? 我們是層樓想上去嗎? 現在不是我們了 不是 是 怎麼了? 謝謝老婆 多謝我什麼? 你是我的天使 好了, 夠了, 小三都不在 經常找我來練習 不是, 我昨晚跟龍小三說了很多話 其實全部都是真的 那時候我媽媽走了 在我聚丹的時候, 有你出營 給了我希望 還還給了兩個女兒 還還給我投家 別這樣, 老公 沒有要謝謝你, 給我做你老婆 是我令你沒了一層樓 還要回來舊屋做工人 別這樣說, 你要熬一起熬 我介你為一層樓嗎? 你真是傻瓜 別這樣…沒事… 我認識你 你不覺得你很可憐 沒有要商量 你不用擔心 你也不要褲子 你不覺得你很開心 要你不覺得你能夠 你不覺得你可惡 你不覺得股情 對, 要不是 你不覺得你穿了 我不是說你的 我不是說你不覺得我 不覺得你會 我都懷孕 怎麼樣?怎麼搞的? 怎麼樣?表妹 表姐, 我很擔心你 你沒有看我的訊息嗎? 沒有, 讓我看看 你也相信?我老公幫我女兒排話劇 我第一場表姐妹, 你有什麼可以跟我說? 我沒話跟你說 為什麼無緣無故又要面對面? 我想看你的家怎麼樣 你不是不讓我看嗎? 怎麼會不讓你看? 怎麼樣?表妹 這裡哪裡? 我在洗手間 但是為什麼只有一枝牙刷? 你跟表姐夫沒事吧? 為什麼?我們恩愛人, 兩個人用一枝牙刷 那千千和曼曼呢? 不過他們自己去廁所的嘛 我沒空了, 我趕著出去 就這樣, 再聊一會吧 一模一樣?你住回檔屋嗎? 為什麼不回答我? 你不方便的話, 我去問表姐夫 或者我去問其他親戚 你好, 表姐 表妹, 我們香港人很忙的 你又想怎麼樣? 你真的住回舊屋嗎?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我不是什麼都要告訴你, 是嗎? 我沒想過你二十四年前上來的照片 都可以保持到今時今日 拿來跟我現在, 這裡比較吧 這間屋很重要的嘛 你當年都是因為這間屋 才嫁給車智明的, 是嗎? 亂丫, 這裡住得舒服嘛 有時候我看著景色 享受一杯茶的時候, 我就想起 我當初搬進來的時候 你的樣子多羨慕我 那時候真是開心 是誰的? 為什麼有個男人進來? 不停車 要不跟你通知表姐夫? Keylon 什麼事?不能見光嗎? 好, 你好 你好 明天千萬不要通知表姐夫 我們可以有什麼呢? 我先自我介紹 我就是車智明的上司 現在我們超少爺在做食品公司 他誠意邀請我上來試試車子 他煮得好不好吃? 這樣不會不見光吧? 但是為什麼你有他的鑰匙? 鑰匙? 車智明現在劉華正在拍攝 他就交一條時給我 他拿著很多東西 他叫我上來就問Karen你 有沒有手推車 就幫他載進去, 幫他搬些貨 有, 在廚房而已 在廚房? 在廚房 你去拿就行了, 對… 那我去拿就行了 對… 那你們慢慢談吧 是… 謝謝丁先生 是… 對了, 就是 他們說我煮得好 就要上來試試我的手藝 然後就幫他們做公司 你叫我很忙的, 我不跟你說話 就這樣吧, 再見, 表妹, 再見 再見 我其實回來拿一份文件 回公司開會而已 丁先生 不好意思 我那個表妹這人很八卦 他就要我開那個視像嘛 那我就開了 對不起, 我不應該把你的房子 說是我的房子 其實你有個這樣的親戚 我也知道你很大壓力 是啊, 我真的想不到 阿丁先生你會幫我 其實你跟我這麼熟 還用不著計算得這麼清楚? 丁先生你真是好人, 謝謝你 是 叫我Franny Franny Franny 那… Franny, 我沒什麼餓 我先把衣服打開 Karen 其實你一直幫我做好這麼多事 辛苦你了 你今天做完事之後有沒有時間? 你…你約我嗎? 其實我也忙, 不過… 六、七點應該…應該行的 那就六點了 我現在回公司開會 我待會再確認你, 還沒等 好嗎? 好 先生… 有個示範單位很划算的 免飾免工三年 還收到車位, 拿張看看 免飾免工三年 還收到車位, 拿張看看 喂, 吞泡 大哥, 我派了一整天 他們不拿我也沒辦法 真的假的 為什麼不派給他? 他只是拉引筋而已 看得出連錢包都沒有 百達通可能有一張 沒有錢包和任何興趣賣樓 是不同的 現在很多忍制服都穿成這樣 還有, 他這個時候跑得步的話 真的代表他已經找夠不用做 他跑走了 真的代表你的發達機會跑走了 還不追? 我穿穿高跟鞋子, 怎麼追? 穿高跟鞋子不穩定 走吧, 走吧 先生, 先生, 老長看看 沒用 先生, 跑得很快 等等, 跌了東西 我跌了什麼? 跌了一個機會 跑得再快就好, 都跑不贏樓市 看看這個示範單位 免費住完三年之後買出去 還有錢賺 我沒打算買樓 不買不要緊, 我們留聯繫 來吧 先生… 就算現在不買, 也可以拿張看看 你們賣樓也挺有創意的 不過我真的沒打算買樓了 對, 我也沒打算買樓 因為我不想整天只被房子固住 我想早點, 我想做的事 他現在不買, 不代表將來不買 他將來結婚可能就找樓了 不過我猜不到你挺有辦法 是嗎?怎麼找回來的? 剛好有個板仔的朋友在附近 就問他借著來, 先融掉吧 會轉薄 你也很薄, 追了人家九條街 都繼續追 錢有腳要追的 就像你借錢給朋友那樣 你有多可, 會不用追 人家會賣錢給你 所以說, 客的聯繫一樣 你不搶的話, 是存不了的 那你現在有多少個客戶的電話? 一萬多個左右 你這麼薄, 又有這麼多客戶 那豈不是賺很多? 其實你買樓了沒有? 你銀行的錢收起來在哪裡? 喂, 丁先生 三星餐廳 Franny不是禮珍吧? 每天都不好了 但不是, 別人約了你 你也可以失約 他說的話, 我可以先聽 吃了一頓飯, 別虧了, 是吧? 法國菜 我當然不會吃醜了 當然是阿拉卡, 東西很棒 好, 這樣吧 好, 還是收拾好點好 不要失禮人嘛 謝謝 歡迎 歡迎光臨 你好, 先生、小姐 我昨晚問你們有沒有訂位? 訂位來說, Karen Renny 說什麼? 這間餐廳真的坐得不太熟 我們去另一間, 來 你這麼搞笑?千千, 過來吧 我們在一起嗎? 約了的 來, 不如先坐下來, 好嗎? Karen 謝謝… 媽媽, 你也在這裡? 是啊… 對了, 丁先生 昨天看的那盤, 想點了嗎? 賭取了 我知道今天的業者在那盤上 我們馬上上去看 我很有興趣 不過想先聽一些客觀的意見 所以今天就叫Karen過來 你掃嘴這麼聰明, 幫我看看 值不值得買 那買樓又不是買一棵菜吧? 也要聽到一些意見 不知在說哪個盤呢? 丁先生一向都很有眼光 請你看看 這個單位在這一同區裡 叫做半身單位 五分鐘就去到地鐵站 五百呎兩房, 職王 無懈可擊 低層 就是低層才好 高層只能看到樓景 低層有圓景的鳥仔聲聽 重點是比高層便宜十五百分 價比高 為什麼這麼便宜? 因為業主移民 所以我有信心可以再坐得它便宜 你想想, 三年之後過了SSD 買出去實賺 芊芊, 你有沒有意見? 我…我雖然新入行 但是見這麼多個單位 最划算是這個 如果我有錢, 我也想買這個單位 好啊 我們就一起合 合什麼? 合份買樓 我一直都想置第三層樓 不過預算差一點 你之前看過我的工廈, 我也不太合心 現在這個單位真的不錯 你不是一直都想再置業嗎? 是 趁現在, 你想幫你的女兒 快點賺第一份佣金 我沒牌, 還沒有佣金 媽媽, 不要衝動, 先想清楚 是呀, 丁先生 我真的沒想過會跟別人合份買樓 叫我朋友, 朋友 朋友 彩仙組是第一次的 是呀, 你不用急著搭我住 我們一邊吃東西, 一邊消化一下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一家人住這裡 不錯吧? 當然不錯 反正多層樓的住哪裡都一樣 還好, 你們現在住的 我收回再放租出去 外面租貴很多 這樣 這層樓到時升了 賣出去再賺到錢的就大價分 媽媽, 你說真的嗎? 跟別人合份買樓 爸爸一定不肯 不如先問清楚他吧 他哪有說得出事 現在我幫他上車 謝謝我也來不及了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你的Agent 找我另一個 高榮, 幹什麼事? 他…他幹什麼? 不是, 我不知道, 我先走了 小姐… 百石柱最新盤, 千萬千萬千萬人看看 小姐…沒價錢賣 剛才這麼帥, 走了 你會吃東西的 來吧 丹姐, 買頭髮濕了 誰是財 我也不明白你, 你這麼欠錢 但是有錢不賺還得罪丁先生 你不是不想你媽媽 跟人家聯名合錢買房子嗎? 是呀, 你剛才是為了幫我嗎? 一半半 那另一半是為了什麼? 其實那時候 我和女朋友存錢買房子 除了一元, 我就除了三元 到最後我們很幸運, 抽到新樓 考慮你了 下名的時候應該下誰? 連名吧 人生至少有兩層樓 一層自主, 一層收租 如果開始賣樓的時候 首次自業下名的話 第二層樓豈不是給10%的水嗎? 那…即是一層樓 只能下了你女朋友的名字 那我沒想過會變的 你不是這麼笨, 不追回房子吧? 對不起 我受過教訓 所以我真的不想你媽媽 踩過去幫你踩過我的樓 不過媽媽一說起買房子就會發瘋 但是沒有人可以阻止她的 也不是的 只要我們幫丁先生找到一層 她自己一個人負擔得到的樓就行了 好, 我今晚開始就不太拖銷 儘快在那裡的牌子幫丁先生找到一層樓 老闆, 你支持我, 我也要支持你的 旁邊的牌子幫你打開 你喜歡打開雷鏡嗎? 不 darling, 你想打開雷鏡嗎? 吱吱, 打開雷鏡 你喜歡打開雷鏡嗎? 怎麼會打開雷鏡? 你打開雷鏡嗎? 把牠捆了給你看 你這麼慘了 你現在怎麼回事?這麼慘了 媽, 你開心就行了 媽, 你的兒子? 老實在是你 不是 你跟以前是一樣的 你現在跟以前不同 我是媽媽的雞子 以後早上來陪牠神運 這麼慘了? 也沒問題 沒問題, 這樣就… 你不是好像是超市的經理? 你們知道他是超市的經理 以後多幫忙, 很好超市 有沒有有為? 沒有為? 有折扣, 有折扣… 沒的… 沒的, 沒的, 沒的 這群八婆, 真是不用錢 沒有了, 別折扣, 我的 你真是沒有貨, 你不用補貨 入多少就沒用, 被八婆拿光了 你給九折, 你自己貼很多 來吧, 讓我來 各位美女, 是不是買得很開心? 當然, 差不多了 算我們多少折? 才知道嗎? 當然有 買這麼多半價吧 沒問題, 我們本公司現在推行現金券 買滿一千元, 全部九五折 沒錯, 本來是信用卡才行 看你們這麼美女, 美得這麼美 勁呢? 車子, 有沒有搞錯? 你說是經理? 也沒什麼事 怎麼樣… 每個都收拾了這麼多東西 開心了吧? 敏老太, 你的兒子真的沒什麼用 就是了, 得到九五折而已 我三碼買更便宜 你…不是說你是經理嗎? Emma, 車廂是經理而已 不是你要老闆嘛 不, 一樣而已… 九折, 舊我貼, 這樣好像不太好 那些是你的水果金 我一定不貪這些東西 你兒子沒用而已, 也與你無關 有錢嗎? 我來給你, 全部九折 好, 真是你, 真是你, 真是你 你真是你, 真是你, 真是你 壞路沒有人游, 馬上摔出來游 車廂他們是禮珍, 你能行嗎? 不要緊, 用我這張卡 最多扣五百分之一 我真的擔心你 我怕你會哄到我婆婆的公屋 你又宣佈破產 不要緊 雞皮起碼, 我也看見你 你需要嗎? 我也要 怎麼大媽玩得我傻子 今晚不煮飯? 吃兩頓飯吧, 四個人八道菜就挺好 我看你辛苦了 煮叉燒, 還有煮的腿也夠好吃 三飯, 一米, 一奶, 全部左腿? 煮叉燒, 又不說聲了, 過來了 我極了, 看不見 媽媽, 五個, 燒鵝臂 全部左腿… 全部左腿 不好意思, 抱歉… 文老太, 你的兒子比較白眼 但是挺細心的 他請我們吃東西, 怎麼會呢? 你輸這麼多, 還這麼客氣 不要緊, 我們打點衛生街坊麻醬 你們開心就行了 自眸 有自眸 真是這麼好手氣 真是厲害, 真的 不行了, 我忍了一整天 我要去廁所 志明, 你幫我蹬腳 蹬腳, 我不是很失去的 不懂, 對了 媽媽, 贏了這麼多, 多好手氣 這是什麼? 拿這個吧, 這個… 這是我的嘛 放手, 放手, 放手 你怎麼樣, 十元怎麼打?你打吧 你就行了, 車總 以前那個阿婆, 客人向你傳導 現在自明自明地叫, 乖 關什麼事? 我看著他鋪鋪輸, 這個是三殺鬼 關什麼事? 阿婆自己沒有記性, 不斷流碰流償 你看你, 剩下十元, 加油吧 關什麼事? 他就這樣走了, 可能想找你賺錢 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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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牌 你怎麼打完一圈呢? 好 這手牌, 吃得出最多都是雞壺 怎麼追? 賭勝、賭合加賭神 一起來也搞不定了 他們每個都好像是大牌 七童就碰了 告訴你, 九章要包的 九章啊, 看路, 索紙啊 九章啊, 喝了 真棒 喝了 上吧 包萬子, 我也夠了 回來了, 看看…看怎麼樣 你懂不懂打的? 怎麼打得三個都夠了? 我不管, 輸了你給 糟了 三位, 阿母 不如阿嘉吃燒鵝鼻子, 待會再打 吃你的死人頭就乖了 你真是是站長 在等你的 我死 我? 罵你 我死了 怎麼這麼慘? 再說吧 真是 搞錯了, 怎麼會被我拿到 這麼難摸都被你摸到 真是他旺你 就是旺財同志 是運財計紙 是 真是開心了, 幹嘛? 我贏了 我說輸了你, 贏了就是我的 我讓位子給你 你自己是屁股 不過看著他這麼旺憤 想來你再打四圈 打到你累了就在我家裡睡 來 進屋了, 根本還不像摸爆棚 打給我, 打給我 你好 刀 撞 拔碰, 去 妖怪 不是 你怎麼了?老婆 你怎麼了?媽媽 幹什麼? 我…我剛才經過 老婆,我看你褲皮 就想替你蓋屁 這床床… 當然不用對財 不然你兒子阿寶不太好,睡了 還好,家寶也不知道何時回來探望我 這床床就很久沒人睡了 這麼大房間就浪費了 那你多點來睡,比在阿孝那裡睡廳 你老婆也是,不知為何她趕你出來 她也是我繼媳婦 我有空,我要說她才行 我不要妨礙 那件事經常發狼禮,又到處罵人 我怕她罵你,不好意思 我有空多點過來陪你 好啊…反正我經常晚上都睡不著 不用聽收音機了 我炒醒你聊天,行不行? 炒醒我…不要說,炒我…不行… 什麼不行? 不是我不行 樓下房屋住不行 不行 容不易,我明天下去就除了家寶的名字 我再加你的名字就行了 這樣也不同,這樣也不失為一個方法 我們明天晚上九點鐘就完成 這樣也不行 好 畢竟我也是媽媽,對吧? 我如果連一個機會都不給自己的親生子 你說,我應不應該給她一個機會? 你也覺得應該吧? 就這樣說,下個月就是我生日了 如果到時候她還沒什麼表示的話 我對她也算情之以盡 沒錯,下個月生日一定替你搞得好好看看 一定是開心 你替我搞生日? 沒錯 好 好 好 很久的一切 很久的一切 刚还没有从前 你与我之间 像已经看见 远年了明天 远远的想念 熟悉的笑脸 安慰了昨天 敲打的雨 敲打的感觉 不愿意听见 不愿意看见 我未打球了 没有你的我 将会是谁